各位朋友,最近在《陶密海》的公開論壇上,曾經攻擊過我的不表態度相當高 其實之前我已經錄過一段片解釋過的情況 不過仍然有人都不斷攻擊我,所以我希望可以再一次澄清這件事的底蘊 首先這個報告似乎是基於一個所謂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的報告 最後那期都去到2014至2015年 首先這個報告本身由於他每一年對於非凡人議員的表現都是不合格滿意的 他的公正性大家可以作理的判斷 不過即使用回報告的內容,當他是公道,當他是真 以指之謀,攻指之盾,仍然可以探討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看回那個報告,譚文豪說四年的報告說我是47% 首先報告是沒有四年,最後期還沒有出的 第二呢,完全沒有47%這個數字 看回這個數字,現在第三年都是42.7% 而公民黨黨員又怎樣呢? 郭家琦,41.3%不表態,湯家驊51%不表態 郭榮鏗更加高到65.7%不表態 那麼雖然呢,近年由於立法會開會的時間比較長 特別因為拉布完呢,很多時候我們星期三的會呢 要到星期四都未開完,星期五都未開完 甚至星期六都要開了會 投票時間很難掌握 變成我們很多時候由於地區上一些承諾組的活動 或者服務市民的承諾是不能夠不離開會議去處理這些地區的事項 所以投票率呢,其實雖然是不理想的 但也確實是有苦衷的 而更加重要呢,我希望公民黨譚文豪呢 在攻擊我之前呢,先搞清楚那個事實根據 而都明白到自己的黨員呢,其實那個紀錄都是相當之驚人的 不要一百步笑五十步 講一講了,看回譚文豪的政綱呢,其中最重點呢 就是打擊特權 指出的當然是講早前特首的所謂行李門事件 而事實上呢,任何貪污案件也好,任何特權案件也好 一定牽涉到有giver,有ticker,有提供者,有接受者 但是看回譚文豪呢,他的言論也好,他的政綱也好 從來都沒有批評過這件事件上,這個行李門上 所牽涉的學衛公司 我們明白的,因為學文豪是國泰學衛公司的員工 當然是,大家知道了,不方便隨便批評老闆 但是呢,這樣的做法是預言傳傳的 是double standard,雙重標準和偽善的 事實上,國泰不是第一次的了 2013年呢,曾經有個醜聞呢,就牽涉到 國泰是招待多位行政會議和立法會的議員呢 就去法國,接受豪華接機款待 牽涉到呢,是有些甚至加卷去買一份 而當中呢,也都確認了,是牽涉到討論有些關於 第三跑,機場第三跑那裡 加上就是有些可能牽涉到國泰的 利益的政策的問題 那是被指控呢,這樣的做法 可能會令到有關的議員呢 將來在審批任何這些政策的時候呢 會大開方便之門 那這件事呢,其實都不是第一次 國泰其實多年來都不斷提供這種團的了 那究竟譚文豪知不知情呢 有沒有曾經從來就這些所謂特權的提供呢 是譴責過公司,甚至質詢過公司呢 答案我們不知道,不過表面上從來沒有 所以我們要給一封信譚文豪呢 希望他儘快 投票之前,公開確認 一,他有沒有曾經有關上述事件 行李門也好,浩華團也好 是曾經批評譴責過他的老闆郭泰公司 第二,如果沒有的話呢 他會不會承諾,假設當選議員呢 他會呢,是 秉承他對選民的政綱上的承諾 是會公開譴責 郭泰公司就行李門事件 就浩華團所應付的責任 那譚文豪,不要那麼多商量標準 也都不要那麼偽善了 答應了選民,一定要做 否則的話呢,選民大家知道怎麼做的呢